感谢各位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延期 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是每一学期都会有一个教学研讨会 另外我们基本上每一年也会有一个新讲师的延期 我们今年特别把两个事情放在一起办 我们其实在上学期在增添新讲师的时候 我再说很多都是我们第一次到我们学校来教学的 通朝昨天好像看到一个很大的报道 一个报道是报道通朝在新竹园 是吗 对 我们今年其实有差不多40位新的课程 40门新的课程 量非常的大 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因为全天可以上课 所以在这很多都是改天来上课 我们可以看的设计大学不太一样 但设计大学是晚上才可以上课 我们是天天就可以上课 第二个我们学校其实相当无理新的课程 所以这几年其实有甚至多的新的课程 那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做这些新课程 能够带给地方更多更多的课程 那这一次的联席很特别 就是我今天特别邀请了几位 可能在过去设计大学半年期 不太可能会邀请来的朋友 原因是因为这几年我们的国家在几位十二名国教 那我这几天又在那个讲师群处里面跟大家对话 我首先特别提到说像这个暑假 我们学校大概有十四位很特别教的资料 十四位是那个国中生或者是小学生或者高中生在文学校上课 那我这边稍微查了一下 有两位我一定要早前去观察一下 在学那个制作小提琴 我们就有一个制作小提琴的课程 那我们当时我记得我们同学在跟我谈的时候 我们有点担心 因为我们制作小提琴都在公这张系 常常会有那个 会有他们的学员就带着商到办公室来找医药箱 所以我们同学就担心说 他去训练那些制作小提琴是有什么不错的 然后我看到有好几位是学富克利或其他 然后也有好几位是学分采 上分采的课 就是我看起来那十几位 其实上了各种多元的课程这样子 他挺有趣的 然后那个毅老师应该有接到我们同学的电话 就是一位十二岁的同学要去学金句 我们同学讲说天哪 十二岁就来学金句行不行 郭老师好像说可以 所以我们会打电话来 就鼓励他来上这个课程 原因是因为我们从 那个 这两年开始在努力的研制 所以我这一次找来 请为我们的讲者非常特别 在我左手边 是刚上任陶原 我们北国陶原国中的校长 洪校长 洪校长之前是在介绍国中 介绍国中请坐请坐 介绍国中担任学务主任 各位你们知道学务主任是什么 以前我们叫做训绕主任 各位知道 训绕主任就是官府先生的 但是因为那个叫训政实习 现在叫学生事务 所有跟学生相关的 所以他是最了解国中生的 所以我等一下要请他分享一下 面对国中生 一些叛逆时期 如果你班上有国中生怎么办 你要怎么去面对他 另外还有一位是洪老师 他今天很早就来了 洪老师 宜蘭来了 宜蘭 各位有没有听过实验学校 宜蘭是台湾实验学校的发言地 我们国家在前年还是大前年 通过实验教育三法 应该这样讲 其实是从宜蘭先率先实行 这样二十年前就开始在做了 然后去影响国家政策 国家就最近最近大力推动实验教育 我其实大概是说二十年前 我就去过你们的学校 这个实行华都很特别 因为他在实验学校 他跟一般的学校不太一样 我印象非常深刻 非常强调手工工艺这一件事情 所以大多我的同学跟我讲说 他们很担心孩子 会不会来玩这些东西 我们要太多这种东西了 手工很多 对不对 然后还有烘焙等等 会不会不会 注意到自己疼到 还是这样子 所以我马上就想到 那为什么比达自清华都 他们从幼稚园就开始了 幼儿园就开始了 小学 国中现在有高工部了 为什么会很不担心这件事情 他们又为什么这么重视 因为别人的学校都在上 那个叫做国音速设置 为什么他们学校 不是上这些很典型的这些课程 所以我也特别把他 从宜蘭请过来 还有一位还没到 还没有到 是我特别邀请 我就在想说 他有一个地方叫高中 高中是这一次十二年国教 改变最大的一个区块 那我原来是想去邀请 步行高中一个 跟我们经常合作的一个老师 就是他的身体不好 最近在住院 所以我后来就想到说 高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 叫做学习历程 就是我们从高一开始 就要去记录孩子的学习历程 作为未来高三要升大学的 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所以我跑去找了那个 教育部的一个好朋友 他叫做协作中心的执行秘书 我说他帮我找一个人 他帮我找 他如果他找不到人 他亲自到 结果他现在找到一个人 他还没到那个徐 徐老师 还没到 所以待会第二节 我会请他来跟我们分享 高中的改变是什么 好 对 好 那我要请两位老师 我们今天会做全程录 因为我们有些老师 他们没办法来 大概有一百多个老师 但也没办法都来 所以他们就说 有没有可能我们录影之后 可以放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让他们也可以邀请这样 太好了 谢谢 好 接下来我就简单的 我就做了一个简报 我想是不是就请两位 我们旁边 可以 好我刚刚大概已经介绍了 我们今天大概就是 从国中开始谈到 超中 然后到我们那个 十清华德国 最后会有中文的座谈 如果各位老师 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中文座前面再问 那中间我想有任何问题 都欢迎我们 超推死 那这个是那个 三位老师的简介 好 今年是社匹大学20年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全处会打算在9月底 28、29、33天 会在万华的剥皮摇 连三天办理全国社区大学的20周年庆 然后在10月份才会到高层 再去办理 办一个人再多久了 然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今年6月13日 其实在5月的时候 我们在100年通过了一个社区大学的专法 叫做社区大学的发展条例 我想在讲试询子里面 我也提过 一个特殊的学制能够有一个专法 这是我们努力了非常久 就是我们觉得社区大学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长期在社大里面 努力的人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专法 来慰设大家做一个更明确的定义 在这个定义里头有一条 就是第三条 特别提到什么叫社区大学 第一个叫提升人民现代公民素养 及公共事务参与的能力 然后推动地方公共事务 所以各位老师都知道 我们学校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前不久在调查各位老师说 我们下学的公民州有什么议题可以谈 然后强化在地认同及地方创生 地方创生是这两个非常热门的课程 我们在公民州也会谈这个议题 培育地方人才 这两天我有提到 我们有几位老师 将会很密切地参与北风观的20中年 崖老师 这是其中的一位 他的绕画 然后发展地方文化 地方知智学及促进社区大学 的重生学习机构 很明确的定义就是社区大学的任务是这些 所以未来也希望各位老师 能够跟我们一起努力 我想 我前不久跟一个高师大的 我们跟一个高师大的学者 他做了研究在对话的时候 在谈到说社区大学跟热林 现在不是有热林的意思东西吗 等等这些机构 我们应该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定位 就是社大有社大的定位 热林有热林的定位 社会局有一个长青大学 他们有他们的定位 健康库中心 就是卫福库也有健康关怀据点 他们有他们的定位 社区大学的定位 其实因为这个专法 所以非常清楚 第二个就是 我们这几年也积极去取消 18岁的限制 因为在过去 其实在过去 社区大学是被 匡献在中生学习法里头 其实中生学习法本身 也没有18岁的限制 但是很多限制政博 他就会把18岁放进去 就是社区大学 只能招收18岁以上的学习 我自己的过去的经验里头 是有一个 因为我三不五十会碰到这些 教育界的长官们 他们当时会定18岁 其实是有一个忧虑 因为他们很担心说 社区大学很多的 各式各样的课 如果把18岁取消 会不会变成 我们去开什么儿童美女班 儿童制女班 儿童什么什么才艺班 第一个 这个不符合社区大学本身的定位 第二个 一定会招来一些民间 那些真正在看儿童才艺班的 就来抗议 就跟政府抗议 我政府支持 你政府拿钱支持这个社区大学 可是却是让社区大学来抢 那个私人的做儿童才艺班的课程 所以很多县市政府 就把18岁那一件事情 定在这个地方 可是这几年我们在不断来努力 包括我刚刚提到 就是说去定那个条例 我们很清楚那个定义之后 我们基本上就逐渐逐渐取消18岁 像目前那个在社区大学大学大学 只有第五条他写说 社区大学大学不得限制其学历跟国籍 没有18岁这件事情 他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国籍像北投赛有很特别 我自己觉得 北投赛应该是全国87所社大里头 外国全是最多的 因为我们这里住了很多外国人 我们很多外国人 跑到我们这边来上课 然后台北市在106年 也修了他们的自治条例 那时候也是我们台北市十二组次的 大家去努力的 也取消了18岁的限制了 所以我们已经逐渐把它取消18岁的限制 主要就是想去迎接十二零国教的大王 那十二零国教 就要再上路了 不然我自己 其实现在是那个 客干的神秘大会 今天早上应该去神 今天要神那个自然科 但我说我今天早上不行 我下午再过去 那目前是预定明年要上 客干要上路 那要上路 有一句口号叫做成就每一个孩子 那他以后就写了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 我们希望孩子的态度 他的性向 他是不是热情 他们关怀这个社会 是不是能够做卓越 他可不可以化育 我们过去太单一领域了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去探索 各种探索 可以去实践 不是只剩念书而已 真正能够实践 我特别跟各位 包括待会你们会看到有一群学员 在外面左手边那边外面 在挖手兜 我们现在在做生态兜 这当然我们很强调的动作 这些事情 我们也有工作方向在工作 有没有合作的精神 或是单纳独斗 是不是一个独特的人 或是大家都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真正需要有一些真实情境 要有拨援的能力 而且要能够超越自己 超越自己 意思就是说慢性干嘛比 我们以前太多就是说 我们来比 我们全班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这样不是 我跟我自己比 我们希望整个十二年国教 是朝这样一个方向去做 所以十二年国教里头 有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叫做四方步步共好 那我就要特别提共好这件事情 共好这件事情 在社大局 是相当程度在发挥 各位 很多老师应该知道 我们学校在以代三 跟以代四的下午 有一个农业市集 我们的农业市集 跟外面的市集 有什么不一样 各位知道吗 外面的市集 是每一个农友 来登记自己有一个摊位 卖自己的东西 我们的市集不是 我们的市集是 一个社团 农友带自己的东西来 但是呢 是大家一起卖 就是外面真的不玩 我还帮别人买 所以我们 其实我有一次 大概上礼拜 在跟一个朋友 他在问四集 我跟他讲 你们就是在发挥共好的一个方式 上礼拜 前几天我们是一开会 我们的那个前社长也在讲 我们是一个共好的社团 所以我们不是 彼此在竞争生意 而是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最近在座应该有 有参加我们的一个 文庄市集的一个讨论 我们也希望未来这个 文庄市集 就是朝这个方向走 而不是我们 我们其实应该做出更卓越 让外面的人可以 来买我们的东西 而不是我们去自己 在那边打架 好 但很特别的是 这次生命国教 特别标准中文学习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 不要说打架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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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为什么有这个概念 这个是我想这个有点复杂 这个是我们 我们国家有参加 那个世界的一个 叫披萨的评题 这个评题非常有趣 我们的成绩 基本上都在全世界排名 都在前面的 可是它里头有一些状况 是相当有问题的 就是我们虽然排名很前面 可是我们落差很大 就是讨的很好 差的很大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们的学习东西不好 即便很好的 以后没有学习动机 我想我们大家都过来人 以前都练过 國小 国中 高中 大学 对不对 但我们都是为了考试在拼 拼 拼到最后 弹性疲乏了 不想念书了 虽然拼的成绩不错 可是最后就不想念书了 我们整个国际的PP是这样的 所以这次为什么特别在谈众生学习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里头 能够开始让学生不要谈性疲乏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过去叫九年一贯 现在叫十二年国家 有一些大的改变 其中有一个 譬如说我们增加动手做的科技领域 这个动手做是我们社大部上在来的 其实不只是这个动手做 就是说在很多的 在这一次的课纲研定里头 包括像以前那个自然科 对不对 自然科 经常我们小时候还会去上实验课 渐渐的为了考试大家不上实验课 所以这一回其实是非常重视 希望国中高中 如果有实验教师 就应该善用 如果没有实验教师 就要去申请实验教师 然后第二个 我们也很重视户外教育 户外教育也可以在那个 生理国家课纲里头 也就是我们希望孩子的学习 不要关在这个地方学 能够到户外 户外不一定是要到野外 可能教师外院就可以了 希望能够去做很多的提点 然后有一个叫做明确规范 具校本精神的弹性学习课程 这个也是这一次改变非常大的 以前就是弹性学习结束 其实使用没有明确规范 所以以前这个课程 这个结束常常会被拿去上英文 上数学 上那些要考试的科目 那这一回它很明确规范了 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它叫做主题式统整式的课程 什么叫主题式统整式 我常常喜欢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演一书戏 演一书戏你可能需要有一些美感 要有音乐 要有口白的对话 你可能要编剧本 所以它可能有好几个课程 要重整起来 或者是我要造一艘船 我要木工 我可能要懂船的历史 我要造什么样的船 搞不好我船还需要一点点文献 我要去读一些文献等等的这些东西 那校本课程其实是 九年一半就开始有了 校本课程其实比较在地 比较重要是跟在地结合 希望从小学 国中高中 就能够跟在地结合 要认识这一块土地 所以那我们未来还真是 那个新著名语言 以前只有本土语言 然后这张图有点复杂 其实在这里是 在这次课纲里面特别提到 学校应该运用在地资源 发展校本位置的特色课程 这个是当时几年前 因为在做课发的时候 我刚好是课发委员 我那时候跟几个委员 我们就极力推动说 应该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学校其实资源有限 可是外面的资源非常多 所以我们当时 特别在课纲里所定的这一档 就是学校应该运用在地资源 发展学校本位置的特色课程 那未来的整个课程 国小 国中 高中 就有所谓领域学习课程 这个叫固定 固定就是教育固定的 比较不能够 可是校定的部分 就是学校可以自由定应的 那校定部分 在国小 国中 主要就是弹性学习课程 但是在高中 我刚刚讲高中改变最大的 有所谓的校定逆休 选休 团体活动之间 弹性学习时间 它的改变就比较大 而且这边的学分数相对比过去少很多 把很多学分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整个高中的整个基本架构 各位可以看到 你看共同必修只有118个学分 然后很多地方在所谓的加深加广 这块大概也很难碰 这块我们在特杠学神的很激烈 还有校定 自由选修就是落远选修 然后弹性学习跟穿足过头 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比较细的 我就不讲 可以 这里有一个叫做 可以协同开课总结束不超过五分之一 这件事情是什么 协同开课意思就是 一门课可以有两个以上的老师 那其实在九年一贯我们就谈协同教学 可是九年一贯以后一直推了不好的一个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大概老师还不习惯或是单科教学 第二件事情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这一堂课 我跟老师 两个老师共同来上这一堂课 可是这一堂课只编一份终点费 是要赴我还是要赴你 还是我们这人出我 这很现实的问题 比如说我是一个文课的老师 我希望今天来教作曲 对不对 我找了一个作曲的老师来 是我要提醒我的终点费还是怎么样 那很现实 但是因为这一次课刚有定了这件事情 所以国教主也在定一个新的办法 我的理解是至少一门课最多可以到三个老师 比如说学校就可以去跟国教主申请计划 我就可以有资源来配给这些不同的老师 所以这个是这个 这个叫领域内的统整化 比如说艺术跟自然 艺术就有音乐美术跟标语艺术 自然有物理化学等等 其实社会也是一样的 历史跟地理有时候是分不开的 像我昨天 各位忘了介绍 旁边是我们的读书会的成果站 各位 还有一个 昨天我们再分享 我们这一次读书会有好几个分彩班 然后这个是那个手作梅材 那边有那个班素琴 他们这个班读了台湾梅素食 那两个班读了世界梅素食 这个班读了那个艺术故事 我就在听他们在讲 非常精彩 你看美术史这件事情到底是历史 可是历史一定不会教美术史 他会在这个地方谈 可是我们小学不太教这个东西 国中不太教这个东西 高中不太教这个东西 但我觉得很重要 像那个二世老师做的两幅画 他在比较那个画风跟作者 其实非常精彩 可是一般学校不太去谈这个事情 然后跨阶段的弹性开课 第一学习阶段来调整 我想我就不细讲 那这个是落实素养 像国中小每周有二到七节的效率 谈性课程 有二到七节 那就可以做这些很多多元的东西 红枕式性的探究课程 社团走动记忆课程 教室需求领域课程 其他类的课程 这边大概都有写 就是说这个表告诉我们说 国中跟国小的这二到七节 可不可以分别做这些事情 各种不同的课程 譬如说户外交易在这里 譬如说那个 技艺课程 实际操作的课程 等等这些 社团课程 这个是这一次课刚很强调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以高中生来看的时候 我们知道大家都有练过高中了 很死板 未来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高中生有一些更弹性的 我从小就喜欢水手画生活那么多 我梦想环游世界 所以我要练好英文 就是我们开始让他们去探索 了解自己的兴趣 所以他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专题 或者领域的探索 进阶的专题等等这些事情 那一样的就有说艺术科学 3D列印就会进来了 不会像过去只是学那些文书设置 那些东西 那这个是未来在高中生大学 那个文书设置会做大幅度的改变 那这个大幅度改变 这两个已经开始逐渐在变了 那我这边我就不细讲 因为可能各位老师没有那么的熟悉 但是我要特别提到说 未来有一个部分就是 所谓的综合学习表现 叫做学习历程 这个东西是什么 现在高中要升大学 我们以前大部分应该都考联考 现在有所谓的指考跟学测 那学测在农历过年前就考完了 考完大概到三四月就开始去申请学校 目前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都透过这个管道 七月问考那个指考就是我们以前的联考 可是现在那个考指考的人越来越少 但是我要去申请学校 我要什么申请 我要品配叫做备审资料 我要准备一堆资料告诉某某系的评审委 比如说我以前当过社同干部 我是吉他社的社长 所以我很喜欢音乐 因此我要来念你们的音乐系 我就准备很多的资料告诉他 那个都是在高三下语期三四月的时候要去准备 那个准备历年来一直被批评 第一个有钱人包装很漂亮 或者是有钱人我就开始去大胆普及 或者是我过去做了很多事 可是因为到高三三四月才有准备 我根本来不及准备 我也都没有留下各种资料 所以我准备不出来 因此以后它的设计是这样 从高一就开始 高一你学了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成果 你就上网登记 高一就开始 开始上了登记 登记的资料很多 基本资料 修课的记录 学习的成果 多元表现 自传学习计划 跟其他学习计程有关的资料 登记这些东西 我在看的是这个多元表现 那多元表现是说 我如果暑假我有兴趣到社区大学来上一个课 或我平常有兴趣 我来上一个版画课 然后版画老师也觉得说 这个学生真的对版画很有兴趣 对画画很有兴趣 在学习结束的时候呢 就特别帮这个学生办一堂展览 把它记录下来 这个就是他很重要 未来的重要的成果 那未来他升学 正要去上免述系的时候 他就会拿这个 我资料库里面就有这个东西了 你教授你就自己去拿 我其实这三年来 我可能上了很多不同免述课 也有很好的成果在那个地方 所以学习议程基本上概念是这样 他细节等一下我请徐老师谈 所以未来整个学习议程主要的这一块 那这一块是你要去那个系 也会做一些面试等等 考试的那个部分 所以我想很重要 今天特别请三位 我们主要是在一般体制学校里面 努力的伙伴来跟大家分享 目的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就越来越多 第一比18岁以下的孩子 会进到我们学校来上课 各位老师可能都会碰到这种状况 碰到的时候 大概要顾问哪些事情 请他们来跟各位聊聊 第二件事情也请各位老师思考一下 我们接下来其实会有一些计划 会跟国小甚至高中有些合作计划 因为这几年我一方面在设大里面进行游说 一方面在教育部里面进行游说 教育部今年其实也同意 先找了十所设大作为实验计划的一个开始 所以美国设大也被选上十所之一 所以我们接下来秋季开始 就会有一些实验计划进行 我们也希望跟在地的一些学校 能够有多一些的合作 那无非就是希望说 能够还是未来一起一起合作 我想我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要请我们 洪校长来跟宇宫做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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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有吴主力 我们洪老师 我们桃园的那个比例会场 以及在场 各位老师 大家早 好 好 那刚刚 介绍长有提到 今天很荣幸能够来 水头社 那这边跟各位老师分享 那其实在分享之前 是 比例会长跟我说 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我说 诶 请问那个在场聆听分享的 学员们是什么背景 搞不好里面每位都是专家 那我来这边等于是 官方面前耍大 他会自取其辱这样子 那 各位老师应该就是 据我的了解 就是 北投社大来老师 然后 可能 卧虎长龙里面 可能有些老师 可能会 春剑 跳火圈 或者是 胸口碎大石 是不是这样子 好像 这位老师就是教授 日识 日本文化的老师 非常明显 那至于其他 穿着不明显的老师 我可以 以后有机会再多多认识 那因为今天有录影 所以平常我讲话 应该就是说 我今天讲话 应该要比较熟练一点 我平常对孩子讲话 会比较威胁 那因为我的目的 只有一个 我就是要让他们听我讲话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那等一下分享的过程中 如果说 各位老师有什么疑问 他就说 夜校版这个好像 跟我遇过的国中生不太一样 也欢迎老师们 给我一些指导跟建议这样子 好 那其实刚刚谢校长的PPT 我觉得好完整 怎么比我们去开会 有PPT还好完整 真的很厉害 谢校长对那个十二年国教 做了很棒的诠释 这样子 那这也是未来的趋势 那其实 我觉得 十二年国教能否成功 关键是 两种人物 他的 他的那个想法能不能改变 一个是老师 一个是家长 那 那 不被 不忌讳的讲 我们讲华人的社会里面 我们还是存在的 普遍的存在的一句话 一段话 叫做 万般皆下聘 唯有如苏高 我相信很多家长 可能在座各位老师 你本身也是有家长的身份 那你可能就觉得 你不要跟我讲那些 什么多元学习 我只要兼通回应你 我的确遇过 不少这样子类型的家长 但是其实 我也遇过很支持十二年国教里面的家长 那我觉得每位 每位孩子都有他自己要走的路 那未来的世界趋势潮流 绝对是 瞬其万变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身为可能孩子的 稍微年长一点的长辈 未来需要提醒他们的 好 那 我就开始 那因为我的居力非常简单 那各位订阅 可以把商球人看得懂 那我是目前讨阅国中的校长 我才上任第三天而已 就被抓来 真的是 有点狂恐 那我会在北投去这个地方 我也会极力的来跟社区合作 这样子 那其实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 我就常常来北 骑机车从政大起来北投 这边 吃喝玩乐 这样子 其实对北投的印象非常好 这真的是缘分 没想到真的来北投去服务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台南人 虽然我已经来台北二十几年了 可是通常我讲第一句话的时候 大家都说 啊你是台南来的 那我问他为什么 会这样子 到底是什么 是发音有问题还是怎样 那我大学跟卓士班是读政大 然后博士班是读师大 那大概一路都是念教育 那因为读教育 就没有什么 那请问老师那你要教什么 那后来就是 我有去修一个中国文学的服系 所以我在从事教职的过程中 我实算是国文老师 那平常就是 对文学方面也蛮有兴趣的这样子 那我这边简单介绍 我当兵的时候是在南台湾 就来北部以后 唯有那两年再回到南台湾去伏辟地 之后又都在北部 那待的地方是那个 东港跟小琉琼 那其实那时候的身份是少卫排长 也是带着一群阿兵哥 他们很多都是高中毕业 就直接补兵 他们都当地的高雄平空的人 那因为我是那个排长 所以带他们就在港边 每天检查船只啊 然后就是很多有趣的事情 也就是从当兵开始 就是做一些领导的工作 然后带过教育部 那之前更早在 其实我还有带过私立学校 那我教过我中生 高中生跟高子学生 大概就是从十三岁到十八岁 这六年之间 所谓的中学生我都接触过 更早之前在新店 那个能人家山 那边我也看到蛮多 学生的问题跟弱势的孩子 那后来 考上公立学校是在冰箱国中 那个在大指 每一把摆坡那边 那在那边六年 我是都在教务处里面 教务处上是比较会化性的那个处事 那不用直接面对孩子 结果后来 到介受 我家就住在民生社区 那到介受是学务处了五年 就是直接第一线面对家长跟孩子 这样子 所以这五年来 一千八百多个日子 其实见到了蛮多学生的问题 当然每个区域 每个地方 每所学校的文化属性不一样 家长跟学生孩子的想法 也一定会有差别 我要到我就是 就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好 好 跳太快了 那我开始之前 我问老师一个问题 那你印象中 你让我们今天 看有没有自愿的老师 一两位就好 你直接用一句话说 你认为你心目中的国中生 就是什么样子 就一句话 有没有老师愿意先开个头 就是白目啦 这样也可以 可以吗 各位老师愿意 有多语 要小心一点点 好 教授我们 教授日本文化的老师 老师怎么称呼 我姓賴 很賴老师 我觉得 看到年轻的 我就看到两次 活力 很正向 非常好 活力很好 超多 BBT 可能乱 多多乱 汉逆 好 汉逆 我有写到这个 好 那我们再一位老师 好 正处尴尬的自我摸索实际 诶 非常好 这老师也一定很有经验 你应该也有接触过不少多中生 或多高中生 看了表弟表妹 表弟表妹 哦 那在场应该本身自己也有 这是家长嘛 你家里可能也搞不好 又有多高中的孩子 就是 但是因为你角色不一样 你变成爸爸妈妈跟孩子 好 好 那我这边稍微整理一下 抱歉 如果需要修正 背后再修正 如果说五个面相来看 比如说外形穿着 这几年我观察到 他们就是很喜欢穿帽T 各位知道帽T是什么吗 不管天气多冷寒流怎样来 他们就是要帽T 然后学校的外套可能薄薄的 他们就是 我们规定说 你不管怎样 外面就是学校的外套 你不要给我学校的帽T 那这样是怎样 就变成我去旁过去 全部都彩色的这样子 所以他们里面一定要帽T 然后那个帽T的帽子 一定要拉出来 放出来 才让人家知道我有穿帽T 然后外面再穿个学校的 那个服装 他身上没有违规 那其实现在 我们不能用任何因为 学生服装移用的因素 去处罚他 这是不行的 所以其实当学务训导的人 也是很辛苦 我们手上手无尊铁 我当学生的时候 常常看到中学被启发 我是没有被扒过 然后自己当老师以后 都说不准启发 然后当然我个人是赞成 就不用提 我觉得厉害的老师 不用动手动脚 动嘴巴全身就会听话 这是我一直的信念 引擎袜 就是确切的名称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反正他就是穿的 里面也练得到袜子 那女生特别喜欢穿这个 因为这样脚看起来比较修长 尤其夏季的制服 又可能是裙子 所以我问 同学怎么没穿袜子 他这样不好 有啊主任我有穿啊 就是那种很短的袜子 或者耳式配件 但是也是可能女同学比较多 带个耳环之类的 那男生是比较少 男生带的人 应该会被我骂得很惨 我不会处罚他 我就是会一直烦他 一直烦他 就是不给了个观点的问题 或者是抗染一些法性 这个还蛮普遍的 那我觉得 我在当学务主任的那个底线 就是不太不难 那有总是会有几位 他会这样子 我就一直 请我或身教组长 一直道德劝说 那尤其我会规定 毕业典礼来一天 你如果 法社不太一样的 一定不准进场 那我的理由就是 对你有参加毕业典礼的权利 但是我是主办单位 我有维护大家一起参加毕业典礼的权利 所以如果要破坏整个会场的秩序或怎样的 我就是 很抱歉 我这个都会时间跟学生宣扰 跟他们达成默契 或者有一种白色的防护鞋 这个也很普遍 这个在我当国中生的时候 就有了 可以想到还不会退游行 我还记得那个牌子 是那个All Star 或者最近有几款品牌 也有出这种鞋子 然后早年 我那些同学们 听说那种白色防护鞋 是不要 当然不要用水去洗 不要用刷子刷 要用橡皮擦擦的喔 擦擦擦 它那个橡胶的部分越擦越滑 听说这样才越帅 那我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是没有这样做过 然后这是外形穿手的部分 我讲的只是大部分 当然也有 每天穿手很整齐 见到主任 主任好 老师好 校长好 这样的同学的确也都是有 那我并不是说这样子就一定是很糟糕 所以我先跟老师们讲一下 这只是我看到的大部分的现象 另外他们的一些外形行为 第一个 手机成立 我刚刚家里有个小朋友就是 大家回家就 一直黏着手机 那就用 有时候家长也很为难 你给他没收了 或者你给他说 你每天只能用一小时 他还跟你家庭革命 我们有时候会有 亲持之间的问题 我们哪次也要帮他们协调喔 就是家长跟孩子出不来 然后主任要帮他们协调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的工作 是蛮多元 蛮复杂的 边走路边进院 这个应该有 都用个耳机 那有时候再叫他 他还没听到 那我们对孩子的缺调 就是说你这样很危险 那如果用车是什么的 很危险 我们就这样子去 希望他们能改善一些 一些新闻 或者对市场不敬 那如果将来 老师们有到 到国中或高中里面 一起进行一些授课 我想这个 过多过少都会发生 那我自己有一些经验分享 等一下再跟各位谈 那常常玩过所乐地生肺 这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 我推你一下 然后我给你推回去 然后第三次我再推回去 那一个人不小心照到牆壁 他就玩过头了 接下来就老玩了 两方的家长就来了 然后说 主任没有出来 又是我出来 对对对吧 又是我出来 我常常是当和事啊 通常 50%会成功 50%会失败 失败 失败就变成 米兰话叫什么 公亲变鼠柱 对不对 我常常是那个鼠柱 对 就是这样 但是有时候调皮成功了 又很有成就 那玩过头 常常就会说 霸凌 你也霸凌欸 大家都喜欢讲它两个 什么叫霸凌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老师解释 什么叫霸凌 好不好 另外 抽烟冰啊等等 这些是 比如说以我带过之前 那个探索学校 接收国中 将近两千个大事 我这五年来大概 抓到的 不会超过五个 但是可能我之前的学校 就有些叫平保 所以这个跟区域 或学校的属性 不太一样 当然还有更严重的 更早期 我刚套路教育的职场 他跟老师 有你遇到 女生最最遇到最重 是什么问题 我想应该 再想各位老师不用我明讲 男生不会有那个问题 女生会有那个问题 女同学 就是未婚怀孕 当然我十几岁 不可能再要去结婚 就是说就是 不小心怀孕了啦 我到今天我四十一岁了 我大学毕业 刚去实习那一年 我几岁 好像二十三岁 二十四岁 第一年才上路职场 就有一位女同学 我看她制服上 就一条杠 所以她是高一 那时候在新北市 有一次进来教室 就是欲言又止 然后在我附近走走走走 然后走到我旁边 就说老师我要办休学 然后那时候我正在搞 改那个 报考考卷 考得不是很好 心情不太好 然后我说啊 干嘛休学 都不是很专心 后来她又到我 我感受到她还是在我附近 到我来到我去 然后后来又走到我旁边 老师我要办休学 那我说 我第二次就有点 恼怒说 那你才高一是要办 你休学 跟白氏一样 男老师刚发出职场 不知道女学生她的困扰 那后来我座位 对面刚好做一个女生的辅导老师 她就披了一下我的桌子 然后后来那个女 那个女同学就 两行累就掉下来 集中一定还掉在我的考卷上面 那个画面 因为我到今天已经二十 就是将近二十年了 我都还记得 然后 有时候那位女同学的 那个当年她十六岁 高一她那个脸庞 就是很刺嫩的脸庞 有时候她会出现在我的梦境里面 不是因为她长得很漂亮 就是那个真的深深烙印在我心里 所以我那时候就冲击很大 我下定决心 如果将来 我有机会来继续在教育的场域里面 我要尽我的能力去阻止任何 有可能发生这种事件的几率 那据我了解那位同学 其实就是因为她是高一嘛 所以她博三毕业嘛 博三毕业升高一的那个什么价嘛 怎么发生的 去西门丁有些场所嘛 叫MTV 那个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其实我 我以前不知道大家知道是什么 奇怪 要看电影 华拉威秀 萤幕那么大 是不会去华拉威秀 看你看什么小萤幕的电影 才包香的 人家约你去 YouTube 你确定是看电影吗 那一定有目的的嘛 从那次之后 我就是感受到这个事情 以后有任何大傻的召会 或是什么重要学生集会 不分男女生 我都一律宣导 我说 那些场所就不要给你进去 男生也是 你要追女朋友 请用正当的手段 让人家自然而然喜欢上瓶 而不是用这种下刹那的手段 想也知道 大萤幕看去看小萤幕干嘛 一定有不会嘛 这个就是YouTube嘛 我记得早期它叫FOMARC 好像最近FOMARC都没有了 剩YouTube而已 我说这是MTV的品牌 西门店很多啊 但大概女生 比较严重的是那个 然后常用的眼影 国中生总是讲话 有时候开始我就会 一个字 那个字我就不讲 因为我录影不能讲 等下被截取画面 然后突然国中校长 你讲张话 他就讲 干话专家 干话这两个字好像也是 最近 有些政论节目 都说哪个政治人物又在讲干话什么的 国中生也很会讲 这超厉害的 有时候他们讲讲讲 他们并不是要 武力市场还是什么 他们就是 他们的文化就是那样子 有时候老师 你都遇到这种猩猩 你也不用太在意 有时候如果当场让你觉得 你什么有点难堪 那时候可以送 小朋友巴蕾 巴蕾的唱啊 其他有个越弄越大条 我们想办法用 不同的方式去瓦解 或者一些问过语巴语词 就是比较不礼貌的 比如说投篮 那个连蓝光都没碰到 就 然后就 投个篮也可以骂就对了啦 就是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 我是讲真的喔 一点都不夸张喔 如果在座 你是 各位老师是 佛中生的爸爸妈妈 那你有时候他 他说 爸爸妈妈我去打篮球 就尾随他 看他去投篮的时候 会不会投不进 骂一声那个 搞不好不会 我的人也是进来 投篮投不进 也可以骂那个字这样 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他们就是 就是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子 好 然后 亲子关系是紧绷了 还是融洽了 然后如果您是 也是父母亲的身份 您可以解释一下 您每天跟你们相处的时间是 是怎样 当然不是说一小时 还是 还是说 对 有一小时的时间 大家都同时多来个电影院 但是 他可能在滑手机 您也可能在滑手机 那 那个是真正的相处吗 抱歉我讲的就是我自己 因为 事情太多 我都在联络公司 有时候到家里 九点十点 还是有LINE不断的进来 那是不可以 但我常常被我太太骂 说女儿就坐到你旁边 你在那边一直弄手机 在弄手 我也很不耐 所以我一戳 一有空 我就会再 我的女儿才五岁半 接下来也要进入青春期了 搞不好 我也会问题很大 这样 好 可以想一下 每天跟孩子 如果你是 也是有父母亲身份 你跟他相处多少 那相处 那个品质是怎样 可以思考一下 同才认同 刚刚那个 那个 老师有讲 他们正处于一个尴尬期 他们一定会追求同才的认可 有时候老师 爸妈讲的都不算 好 朋友讲的就算了 一起走 一起去哪里 一起去MTV 一次去MTV就死了 所以 有时候 他同才之间的认同 会很有影响力 所以就要 过滤他交往的对象 但是有时候 现在电子产品这么的抓囊 你实在很难过滤 这个是我那个年 我当学生的年代 我没有的 因为现在是手机 我觉得手机用的好 是一把利刃 但是又不好 又会伤到自己 好 那大部分有些就是 可能刚刚情窦出台 最入侵 多索散感 每天都要跟少年会 真的烦恼 像这些我自己都走过 也有遇到还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 我中间就必如是处就这个 不过刚刚我听到 是有这样正向的力量 我觉得非常好 抱歉 我的PPP都为了先讲 负面的 最后再讲为正面的 所以我的风格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好 我在教育现场 常常遇到这些问题 我都每天都在处理这些 比如说我以前 服务的前一所学校 那一所学校 学生一千八百多个 老师一百多个 加起来两千个 如果每天 每天平均有百分之一个 老师跟学生会出事情 会出事情 那以那一所学校 就是每天有二十个人会出事 不管是大还是小孩 那一天我工作 我已经工作 几乎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了 早上七点到晚 早上七点离开 如果要处理这二十个人 你绝对有没有可能 有些就是处理不完 一直处理下去 如果他每天都二十 二十二十二十 他就得这样下去了 是很恐怖的事情 第一个霸零 各位老师知道什么叫霸零吗 不是我 推你一下 你推我一下 我小心撞到场 这样是霸零 不是的 教育部有一个霸零房 他有 特别的定义 就是第一个要长期性的 打人 打人打人打人打 打人打 我每天欺负你 或者长期的 我就要大家都排及你 这叫关系霸零 而且要有 两方势力的不对 很明显 一方是弱势 一方是很强势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 是不是构成霸零 一定要校内开一个霸零 方式小谷的委员会 来认定过后 才确定是否成立 那教育的现场 很多家长都说 他霸零我还是 他霸零 其实家长的 常常把霸零 放在嘴边 那是不对的 因为他有一定的程序 要去走 他其实 但是 最后开完会 不管有没有成立 成立了 或不成立了 最后疏图同归 他的唯一的路就是 两方的孩子 都是要接受辅导 不管是行为了 还是被行为了 但其实霸零的认定 没有那么简单 是很严谨的 这个就照程序办理 那性质事件 老师们知道是什么吗 这个可能 霸零是不会放在老师身上 因为霸零大部分是生对生 阿施对生 也是有过 但是 一样开会 是不太会成立的 但性质事件 就要跟老师们提醒 因为根据性别 就是性质法里面 只要其中有一方是学生 行为对象是学生 另外一方 不管是学生 还是大人 在学校里面的场域 都有可能会做成性质事件 比如说 社团老师 阿如果不小心 跟女同学稍微 碰触了一下 他觉得不舒服 女同学觉得不舒服 跑去跟生教组长 因为生教组是窗口 就是通报的窗口 说我跟某某老师 碰一下监法 我很不舒服 那这个时候生教组长 我知道了 我不能施案 我就一定要往上报 报教育部的性质系统 那接下来 就一路的程序要走 要开性质教育委员会 然后确定要不要启动调查 那如果要调查 我就要约同学来 来调查 约当事人 那位老师来调查 最后再把调查的结果 交付性质教育委员会 然后再确定是否構成性质事件 一路程序也是很复杂 那之前这个 这个东西 我觉得照程序走完 不管一样成立或不成立 最后还是一样都要复杂 不管他的对象是小孩子 或大人对小孩 但是 只要是出现大人对小孩的性质事件 教育局长官就会非常的重视 甚至会牵涉到跨局处 社会局等等 之前我也遇过类似的案例 所以呢 我相信在场老师们 都一直到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分析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有时候会不小心查枪走火 像比如说我之前的办公室 那个走道比较狭窄 那我自己就学务处有个通论 刚好他要走多去 他也黄学要走进来 刚好这样 他们是背对背 因为走到一样小彩嘛 我那个同仁也知道背对背 这样走 就刚好去 不小心就是几道 刚好碰到困固 我家长就来理论 那我当然知道 我那个同仁不是故意的 那就是 想办法把它化解掉 跟家长道歉 这样子 嘿 好 所以这个也是要照程序来办理 那私生冲突是 最常见的 那 我们常说那个学校 清 师 生 对不对 三种主要的角色 清就是家长 师就是老师 生就是学生 三种角色有几种组合 六种 清 对清 清 对师 清 对生 或师对师 诶 这个师对师比较少 很少看到老师自己答起来的 师对师 师对亲 师对生 或者还有针对师 总共六种组合 老师们 你直觉的认为 哪一种组合的冲突最难搞 师 师对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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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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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对师 师对师 师对 师对 也蛮难搞的 对 很多老师常在教 对 对啊 我自己处理的经验里面 我觉得 亲对亲最难搞 如果不小心演变成家长 不止两方 甚至多方的冲突 就像完了 ABCDE 1999 1999 1999 全部回到这里来 写1999 写564 这样子 所以我也锻炼成了作文教授 但是 其实那个 他们1999 还是会回到学校 我还是要找他们来协调 看能不能和解 重点不是写那些回顾 那只是一个官方的文件的往来 重点是协调的过程 你怎么让 怎么样让他们抒发他们的不满 放下那个 那个院队的情绪 那个真的有难度喔 亲对亲很难喔 那 亲对师 就是 顶过就是 可能我比较常遇到的是 家长告老师 还没有遇过老师去告家长 因为我们教育的人 总是处于比较说 我们尽量 我们 以学生权益为优先嘛 那要弄到老师去告家长 很难啊 通常都是行政 会把家长 就是代替老师去跟家长沟通协调 看能不能就是 事情有没有转弯的余地 然后 学生 重点是学生的未来 他要往前走 那我们再一路闹下去 即使对学生没有帮助嘛 因为这种事情一定会传开 传开 传开 人家会觉得 这个学生我离怕远一点 不要怎么办 就贯了 大家会不会在学校剩下 长期以来 你自己的孩子 对你自己的孩子也不好啊 因为无形之中被标签嘛 老师这样 懂我一次嘛 对 所以这校园里面的文化 其实学生自体冲突 是稍微的教导解决的 第一个就 只要有不要 不要台大的那个受伤或什么 只是推一推 然后可能 就把几包家长叫来 让他们互相道歉 那如果家长就愿意和解 那就和解 那有些会是就说 我等一下就要带他去验杀 我保留提高的权利 我常听到这种话 到底是 现在家长说好厉害这样 然后我们 教育人员都是好像一路挨打这样 不过我还是希望他们以学生会考量啊 总是会有发生一些 预期之外的冲突 那个很常见 尤其那种大型学校 我刚刚说 只要百分之一就20位了嘛 好 那这个刚刚有讲过 最近有蛮留心这个议题的 这个东西哦 可能如果 自己家里有孩子也要小心 这个网路买得到 然后他是说那个叫什么 里面都是维他命啊 但是他成分是什么 你根本不从得失 而且很多都是国外 跟国外草商定 然后他就寄过来了 你根本都要那个吸进去 那个成分是什么 电子烟大家有听过吗 不然胃后大家可以复够一下 那个是蛮复杂的 所以我也有 之前的经验也有 几位前面带这个来 被我们就是 带回保管 然后就是 效会存储这样子 那这个当然就更严重了 那这个 只能给这个宣导 然后 有些孩子他真的 还蛮弱势的 所谓弱势是说 他放学回到家里 爸妈都不在 因为他可能 爸妈都忙于做生意 赚钱家里的经济支柱 有些是 爸妈是要做 就是那种 夜生活的生 比如说他是 卖吃的 卖消夜的 他又凌晨一两点 才能回家的 那孩子回家 他爸妈才刚刚要工作而已 他完全家里没有人 那这种情形之下 手机可能会害了他 或者他的同彩 对他也有影响力 因为真的遇过这类型的孩子 所以 有时候我们身体的教育工作的时候 我们会去思考说 如果 我们用宏观的角度来看 其实 你很难去帮助到每一个孩子 但是我们尽量 因为跟每个孩子相遇就是有缘分嘛 但是你说要把每个孩子 从弱势的环境拯救出来 那个可以是我们的一个理想 但是有时候看过一些那种很 很 很不堪入目的画面 有时候会去家庭保问嘛 你会觉得 蛤?这是台北市 怎么还会有这样子的家庭 那我就不跟你说什么 让老师能保留一个想象的空间 真的有些是蛮弱势的 然后叛逆刚刚老师也有讲 人际管系不是啊 够人管 有时候常常 会发生这个事情 常常是因为他本身自己就这样子 通常会发生霸凌事件 本身被霸凌的那个人 我不能说全部 百分之七八十自己也有问题 通常有时候他自己都去弄别人 比如说经过一位男同学那边 男生对男生打一下屁股 会不会怎样 被打屁股的那个男生 如果他觉得不舒服 还是会有性贴事件 男对男女对女 女对男都一样 只要被行为人感受到不舒服 我就可以去通报 就有性贴事件 就又要开会 程序一路走下去 大概是这样子 那有些对策可能 就是主要学校能 能净得力就是尽量给孩子辅导 那如果说学校辅导的资源 不足以搞定这些孩子的话 可能还要引进外面的社工的资源 甚至也有少年队的一些资源 少年队就是少年警察队 通常少年队队来就是 就是事情是要大调 对对对 好 好 好 那另外 远离重途 刚刚没有讲 现在因为单级产品发达 常常哦 比如说 我看某个人的资源 哦 很爽哦 每天都很爽 我就给他留言 叉叉的过太爽 截图 就拿来告你 所以我们在现场就是 都跟孩子说 呃 你 你连按赞都要小心 如果他在那边骂一对资源 给他按赞 那你是你认同他的账话 所以我们都尽量跟孩子说 就是 在网路上你不要留一些有的美的言语 因为人家一截图 就是成为 呈堂正宫 就像你后来洗掉了 可是截图还在 我这个也是处理过好多次 还有 因为这样子 去警察局 故告的 最后 两方家长带着孩子去跑少年法庭 那我个人当年 就学无主任 我会觉得很 为什么 小事情要变得那么大 但是我刚刚说最难解决的就是 亲亲冲突 孩子之间之后 又玩在一起了 每天在那边玩 都没事了 但是家长练不下 那火器 继续玩 误告 那对学校的影响是什么 第一个 警察局会来公文 索取学生的资料 那因为那个有法子 就是有 有法 我们一定要提供 那最后就 就闹到外面去了 这样子 那有时候我就觉得 我们 教育人员也尽量想要 帮他们去当和事了 但是有时候真的当不了的时候 这样子 就让他们闹去外面 也没办法 因为我们尽力了 通常也 会有闹到外面去的 那如何面腿 我讲了这么多 好像都很雾面 但是我只是想说 先跟各位老师分享一下 第一个 老师们都有可能进入班级教学 其实我的经验 如果你的 专业够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教授 教授 日识我 我的老师 你的专业度够 你教学整个步骤 整个流程都很明确 也很掌握得住 每分每秒在干嘛 其实不太容易引发一些班级的问题 我实务上接触到的 百分之可能七八十都是 老师可能对自己的教学 也不是很有信心 最后学生就 这边小花那边小花那边胡闹 最后 老师就破火大骂怎样 冲突就来了 所以其实关键是老师自己的专业度要够 然后 大孩子一直都在 听你的 他一定听你在讲什么 即便你有些话是开玩笑 或者是一些 就是跟教学比较无关 你只是要串起 那个教学的步骤 讲的话 他们都会一直听 所以第一个 你的教学专业要够 第二个同理性 我相信这个都会 有时候遇到孩子 你不要跟他硬硬硬 像是什么大鱼治水 他是用梳毫的 你稍微给他按 如果当时 课堂上七段有点尴尬 你也不要装作战 怎样 下课都要去老处 有些孩子他不甩你这一套 那你可以说 同学等一下老师跟你聊一下 我们看来你是有些心事 那怎么 老师挺一下 虽然我可能 一个礼拜才来 来教你们一次 上什么课 老师也愿意跟你听 看他愿意跟你聊 这样子 那就倾听 老师自己EQ一定要 口音红是大的 不要跟小孩一般坚持 不要跟小孩一般计较 他们是小朋友 因为我是大人 翻起经营 通常 我跟你教学专业后 这一块就一定够 这一块就一定够 这个是多年来 我的一个经验 那这什么意思 大家有申请过这个东西吗 没有 要出国一定要 我出国要 诶 那我上次中国上来 这个 是有一个规定 就是 像我们都是 学校里面的正式老师 我们是不用 我们每天都在学校里面 待着 但是学校会有一些 外聘来的人员 像 比如说乐团会有指挥 指挥或者是 社长有老师 或者是有教练 这些 依据人士法令的规定 要进入校园之前 就要去申请这个 这个要去哪里申请 好像是警察局就可以 他的 他的全名叫做 刑事案件犯罪记录 我相信在场的老师 你们要申请 毕竟都申请得到 好不好 他这只是一个规定而已 那当年 比如说我们 我之前那个学校 他的指挥是 很有社会地位 很有声望的 那我们就要说 指挥麻烦你去下警察局 申请这个 上场翻脸 那我是什么 那我还要这个吗 没办法 这是规定 所以 俗称良平症 那我觉得这五个东西 当然这个讲老家很理论 有时候真的遇到 遇到现场状况 你判断了 你才知道怎么做 因为学生的问题 白白走 每次都不一样 好 好 那最后几句话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对于像是学生 更简直 简直出老师的重要性 因为我们才有发挥的空间 那如果大家都很成熟 那我们要干嘛 就不用教了吗 不是吗 那第二点是 我大学的某知名名教授跟我讲过的一段话 从事老师这种行业 就是一种事业 你可以不不每天都带给学生希望 可是你不用花任何一毛钱 有时候老师的一句话 就影响他一辈子 这是真的 因为我切身的经历 我本身就是 反正之前一点算的挫折 本来已经 本来从民国92年 当兵退伍以后 如果没有意外 应该是留在南台湾 不会再来北部 但是也是因为当年老师的一句话 我就 退伍以后又来北部 从此以后 就回不去了 身份证后面募集地址 也全部变成台北这样子 真的老师会 一定会成为 孩子生命中的贵人 你不要想让你讲出去的一句话 有时候他就是永远记得 真的 这个 也许老师 已经有过这种纪念 我就不赘述 像我今天 也是因为我大学的老师 一直拉拔着我 我才能继续在台北这样奋斗 在孩子的需要上 看见自己的责任 因为他们总是有些 不完美 有些还需要成长 需要学习 所以我们的责任 就是让他们 度过这段尴尬的事情 多远展能未来的趋势 刚刚校长 谢校长又讲了 我个人也觉得这是趋势 不要说 一辈子 读书 读到变成书 那一直 然后除了读书以外 你什么都不懂 人际关系也很糟糕 其实这样子 未来也很难在社会上生存 因为就 虽然我自己也不是 经验很充足 但是我知道一路走啊 人际关系的经营 绝对会大过于你 课业成绩的表现 你输读了在怎么样 对那个是 一辈子跟着你 你是硕士 你是博士 不会有人把你 躲走你的学位 但是有可能 你是硕士 你是博士 但是大家很讨厌 是有可能的 那我觉得 未来的孩子 他不是只在台湾 要全 面对的竞争是全球的孩子 你不要说只是大陆 你把整个地球都思考进去 他其实未来的挑战是很大的 而且少此话 他们的压力会更大 因为他们将来一个人 要两四个人 比进竞争计算的话 也许20年后 所以 在场老师 就是我们 希望有机会 还有 以后有机会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跟老师们分享 那我觉得 大家 大家都是责任重大 那也希望将来 进到 就是有机会跟国中 高中生相处 除了您本身的专业之外 也发挥您的一个 正向的影响力 就是大陆老师讲的活力 那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 谢谢 各位不要担心 因为我自己观察 上学期 其实我们有两位高中生 到我们家来上课 我有特别请我们同能 去做了一点谈谈 第一个 因为我们都是自愿制的 不像国中 这叫第一主持人 就是 所以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 通常是他们有一些想法 想要来上课 回答 可是我觉得 红像科技的 那个专业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也看到 如果 他学一学他觉得说 好像 不符合他的想法 他就会离开 可是我最怕什么事情 我觉得他因为开放以后 以后有些家长 就逼着孩子来 你知道吗 他有逼的就不好 就是说 如果他是 透过家长说 社大有很多课程 你就来学个什么 才艺啊 或怎么样 其实那个可能 可能就会 比较不佳一点 所以我们是希望 能够让他自然大胆 就是说 我们的学生 是真的想去学 一技之差 或者想来探索 他自己的 那个兴趣 把他才来 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会很谨慎 真的去观察这个词 也请各位老师帮我们观察一下 我们有点想说 在短期这一两年 应该要多做一个观察记录 觉得到 国中生高中生的孩子 到社他来上课 到底他 他已经学到东西 他目的要干嘛 我们希望能够更做一些 这样的事情 我想这样才能够帮忙 就是多元去一起这样子 我刚刚忘了介绍两位 很特别的贵宾 有一位就是刚刚同校一来 就在一起了 毕丽会长 考虑国中的艾朗会会长 非常恶心 这一次 洪校长是刚上任的校长 也特别介绍他 让我们认识一起来 未来我们希望在北坡这个地方 找校长 会长 还有我们一些地方 一些朋友 一起组成一个知义平台 大家讨论说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孩子 有更多元的学习 还有一位是坐在毕丽会长旁边的 何会长 他是我们新名国中的大同学会长 谢谢他 谢谢他 接下来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个十分钟 我们有准备一点小甜点 那个是我们的烘焙老师帮忙做的 烘焙老师都非常厉害 帮忙做了一点小点心 大家先用点小点心 十分钟以后我们回到这边 廖老师已经到场了 我们教育部协作中心的廖老师 待会我们就请他来 跟我们分享高中的部分 大家谢谢黄老师 同校长 谢谢